每年的6到8月份是毕业生的求知潮 人力银行也做了魅力雇主的分析调查 结果发现年轻人最喜欢的产业是金融 还有半导体科技业 而其中最向往的企业第一名是台积电 其次是Google还有郭董的鸿海 毕业季到来大学生准备开始投履历 就怕找不到工作 不过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统计到今年5月为止 全体工作机会有53万个 其中新生人工作机会有26万个 比去年6月多了将近4万 人力银行也预估6月之后 每个月平均有6万人会主动应征 进入求职高峰期 人力银行也进一步分析 哪些产业最受新鲜人青睐 其中金融 半导体还有电子制造业 成为年轻人最爱的领先群 落后群则是餐饮 住宿业和金属制造业 这些公司它可能企业文化上面 也受到大家一定的肯定 也就是说大家觉得到这些企业来上班 可能是有一些学习 或者是能够有所成长 待遇工作环境是新鲜人求职最在意的条件 温泉调查中最想进入的企业 台积电排名第一 其次是Google和郭董的鸿海 三个企业受青睐的原因 同样都有品牌大规模拒竞争力 在人力银行也提醒 人人都想挤进知名大企业 因此难度相对高 建议第一次求职的年轻人 不妨改考虑中间企业 他如职场的第一份工作 新鲜人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人力银行鼓励新鲜人 多看多找多听 才不会掉入陷阱 有点TV因为会徒留任台报道